很高興今天來到柯博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李山倡議到國土生態綠網 其實主要也是把我們這幾年 推動的一個叫國土生態綠色網絡的建制計畫 這個非常我們非常重要的政策 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首先我要從一個比較個人的角度來談起 那這位老先生叫阿石博 他去年4月1號過世了 我跟他個人是在 其實不到2000年的時候認識他 因為當時我還在台北市立動物園服務的時候 我在進行台北赤蛙的生態的調查 跟族群的生態研究的時候 那在他的水田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水田特別種的是蓮花 碎蓮 在台北當時的新北市 當時的台北縣的三支鄉 在那邊跟他因為台北赤蛙的保育而結緣 那後來呢 也因為台北赤蛙的保育呢 阿石博就從一個很典型的 用慣行農法的農民呢 他就放棄了這些農藥的使用 變成是一個友善 甚至是有機的信仰者 那其實我個人在這個研究歷程裡面 也開啟了 我對於農田生態系的關注 那各位都知道 那個我們交館長因為學的是海洋科技方面的 那我跟像這個張博士 或者是我們其他的在座的鄭主任 我們學的都是陸域的生態系的 那尤其是像我個人是學 我是學野生動物的 那我們在當時 我或者是我的老師們 我們都比較關注那個原野的環境 自然野地或者是自然生態系 那我自己從台北赤蛙的這個研究裡頭 讓我去體認到說 其實農田生態系 它非常值得關注 那它不應該只是被定位在糧食生產 或者是農作物生產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它其實還有比如說農業這個人文地景 還有生態保育 比如說農田裡面事實上還有很多 非常特別的生物 所以我們在這個計劃到了 後來到了尾聲之後 其實在我心裡面 其實才開始打上了一個問號 就是像這樣的地方 當我們花了在當時大概花了五年 前前後後大概花了五年的時間 來跟阿什伯這樣子磨合 然後他從慣型轉型成友善 那我那時候的到中了我的想法是說 那我們台灣還有多少類似像這樣的地方 還有多少類似像阿什伯這樣子的一個 土地的所有者 那這樣的環境是不是需要政府有更多的政策 來關注就是除了農業生產之外 其他的這個價值 所以這是那個時候在我心裡頭 在那個我的研究的尾聲的時候 反而開始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一直時時刻刻在我腦海裡面的一個提醒 那很剛好我在2009年 就有從動物園進入到林務局來服務 而且我負責的就是私地保育的工作 所以我就 我覺得這也是冥冥之中 就是老天給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就開始去 針對農田生態系有一些事辦性的計畫 開始來推動 包含新北市的貢寮的水梯田 還有在當時也是新北市的八菸 在陽明山區靠近金山的這個 在金山的那一面 的水梯田的生態的富裕 還有在花蓮峰冰鄉的 石梯平的水梯田的生態跟地景的富裕 就開啟了這三個 先驅性的示範計畫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剛講的這三個 其實都是農田生態系 它都不是在過去林務局 在自然保育裡頭的研究 大部分就是台灣的這個 山林生態系或者是濕地 沼澤濕地就是我剛講的 這些比較是野地 比較這個比較沒有人 去會去干擾到的這些生態系 那這三個其實都是跟農田有關 那所以在那個時候 林務局也會 很多同學也會覺得很奇怪 我的同事們也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要去做農糧署的 你為什麼要去做農糧署的事情 當然我也很謝謝當時我的長官 他願意給了我空間 讓我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到了2010年 也就是隔年就是在那一年 明古屋所舉辦的 生物多樣性締約方的大會裡頭 他的決議就有一個是 特別是肯認李山昌議為 兼顧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生計的 一個重要的策略 那我就很高興 因為他等於是解答了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讓我去推動這些事情 可以遐揚自重 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做這些事情 事實上是跟國際最新的這個趨勢 來接軌的 那至於什麼叫李山倡議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那李山呢 我想各位今天會在這裡 或多或少我想都應該 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他李山這個環境 他指的最一開始當然是在這種 山區的環境的聚落 或者是村落 那因為這些聚落或村落的人們 他一定會去使用這些自然資源 那通常會是農業 那可能也是林業 那或者是有其他的這個生活所需 所以他會去在這個可能是秋林 或者是這種 這個森林生態系的環境裡面 去開闢出不同的 包含可能農田生態系 這農田生態系它還包含水塘 或者是菌溝 或者是可能是菜園 竹林 那或者是人工林 那或者是把原本的這個原始林象呢 把它也會去適度的利用 變成一個次生林 所以這些各個不同的 這些為期地的類型呢 它就像我們的這個磁磚拼貼的 那個馬賽克一樣 就是變成一個非常多樣化的 這種維生態系的這個環境 那其實這也就是一個所謂的 李山的環境 那當然這個概念是日本人 把它給系統化 把它重新分析之後 然後系統化 然後推出了一個所謂李山學 的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那其實它講的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多樣的 棲地環境裡頭呢 它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生物 不管是動物或者是植物 各自喜歡這種 玉密度比較高的環境的 它也許就在吃森林的環境裡頭 喜歡開闊的 它可能就在草生地 喜歡水域的 那可能就會在水田梯田 喜歡有一些流速的 那可能就會在菌溝裡頭 所以大家在這個非常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 立體化很多方格子儀 那大家格子在裡面挑到一個 可以適合自己的空間的 這種李山的環境 所以它反而相對是生物多樣性 特別是物種多樣性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日本它經過一些典範的研究 也歸納出一些 為什麼這些聚落的居民 它可以在這邊生活了數千年 養活了數十代的人 可是呢它還是能夠維持一個 相當不錯的生態環境 而且還有很高的這些生物多樣性 那又能夠養活這麼多人 所以就是所謂的 人跟自然能夠和諧共生 那從這裡面當然也歸納出一些 所以這有所謂的李山的三者法 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我今天其實不是要跟大家介紹李山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談一下 李山倡議雖然是由日本人 所開始倡議的 但是類似像這樣的環境 在我們台灣也所在多有 事實上在亞洲地區 非常多的國家 對這種環境都不陌生 那在我們台灣的話 我剛剛講 我們在過去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去關注我們的森林生態系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濕地生態的環境 這些都是應該的 而且也是必要的 但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其實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 跟信念來關注一下 農天生態系 那包含我剛剛所講的李山地景 或者是他們的串聯 它會是我們台灣下一個50年 棲地保育 或者是保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入口 那我接下來 這個我前面只是一個前沿 那我接下來就是跟大家 把我們台灣的這個生物棲地的現況 做一個蓋瓜的平息 那這個是我想這都知道 那個我們台灣 那但是這中間這個綠色的 這個土地呢 其實就是林務局所主管的 國有林事業區 它面積有153.8萬公頃 在這個國有林區上頭 還有這個金黃色的區域 那這些金黃色區 其實就是在過去40年來 我們依照不同的法律 比如說文化資產保存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森林法 國家公園法 等等 所畫的這些不同的保護區域 那包含國家公園 它也是保護區的一種類別 這個是 但是我們這個可以從北串連到南 所以它又叫做中央山脈的保育軸 那這個保護區的面積 佔我們台灣陸域 快將近兩成那麼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以中央脊梁山脈為主 但是少數它就是在我們的一些 河口或海岸地區 當然還有一個陽明山國家公園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國有林事業區 然後中央的骨幹區域 變成是保護區 保育軸 那當然國有林事業區之外 就是我們的淺山 平原 海岸的環境 那這個國有林事業區呢 它還有一個特性 它雖然不是所謂的保護區 但是國有林事業區 它其實是有限制 只能作為所謂的淋業的使用 那也就是在淋業之外 你沒有辦法去做其他的這種土地 比如說你沒有辦法去開高爾夫球場 你沒有辦法去建工廠 或者大規模的住宅區 所以其實它在土地利用的限制 跟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野生動物保育法裡頭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柔性的保護區 它並沒有說 它並沒有說哪個區域你不能進去 或者是限制多少人進去 但是它有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的土地只能從其原來的使用 也就是你原來這邊是做什麼用的 你就要做什麼用 原來這裡面是農業 那你就是做農業 不能轉成工業 或者不能轉成其他的 所以其實在國有林事業區 它的對於土地使用的規範 相當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所以其實就這種保護區或保護區內涵的概念 我們台灣的受保護的區域 其實不是只有這將近20% 它是連這153萬公頃都應該算進去 已經是四成多的土地 這個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裡面 我想應該是第一名的 當然只是因為它不叫保護區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這國有林事業區 它都是我們台灣的中高海拔的山區 而且幾乎就是所謂的森林生態系的環境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之所以會有鋼亮的成果 其實也都是從四五十年前開始 從當時的一些學者 或者是後來的民間團體跟政府 當然這中間也有去催促政府 要來好好的保護這個地方 所有的這個成果 而所謂的成果很具體的來講 各位今天這些野生動物 包含這個台灣黑熊 在三四十年前 確實它的數量或者族群分布 都非常的有限或者是稀少 那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們在台中 在座應該有不少人知道 有聽過那個謝孝彤博士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人聽過謝孝彤博士 他唱君祥聽過 其他人都沒聽過 好 這個大概就是年輕跟熟齡的界線 謝孝彤博士是劉曉如老師的先生 不過他已經過世了 他是一位對鳥類非常熱愛的研究者 在謝孝彤博士 他是美國人 大家知道 大概在四十年前 來台灣 他想要拍攝這個地質 他找遍非常多地方 最後只能在玉山那邊找到一處 然後而且要搭隱蔽帳 然後在那個帳篷裡面要躲一個禮拜 才能夠去拍到一些地質的畫面 可是現在各位 現在到山上去 台中 你到大雪山 我想沒看到地質是你運氣很好 運氣普通的都一定會看到地質 要運氣不好的才會看不到 那藍富賢也是 那台灣黑熊其實在我們的整個紀錄裡頭 他在過去這五年 不管是他的分佈 或者是他的族群數量 其實也很明顯的在增加當中 雖然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他從幾隻變成到現在有幾隻 但是從一些監測的指標上面 他都是很明顯的族群在增加當中 那上個月不是有一個在媒體上面 非常還蠻熱門的一個影片 就是一隻穿山甲媽媽背著一隻小穿山甲 在過馬路嗎 有沒有 穿山甲在三四十年前 也是非常不容易看到的 那今天其實這些以森林為棲息地的 這些野生動物很明顯的 牠們的族群有相當程度的復原 當然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中高海拔的森林生態系 獲得比過去更有效的保護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商業性的獵捕 也確實減少了 那剛剛跟大家看的就是 所以除了我們的國有林事業區之外 我們還有畫了這個中央山脈的保育軸 非常多的這個保護區 但是除了在這個保護區 甚至是國有林事業區之外 其實還有更廣大的土地 因為那個占了百分之四十幾的土地 我們還有百分之五十幾的土地 它是在所謂的保護區的範疇之外 然後它有沒有生物多樣性資源 它還有生物多樣性資源 而且不但有 它是更多 所以回到剛剛那個圖 我們從 你如果把台灣當作一個單元的話 我們的國有林事業區 跟這個中央山脈保育軸 那相當於我們把它把台灣看成是一個保護區的話 它相當於是核心區 就是中央山脈保育軸它是核心區 國有林事業區是什麼區 緩衝區 然後黃色的這個區域 就是永續利用區 如果保護區通常會有這三個分區 但是今天的台灣 它是不是一個非常健全的 我剛剛所講的這個三個分區的保護區 我想在核心區跟緩衝區 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也就是 在緩衝區之外的這個廣大的 中央的就是那個 國有林事業區之外的這個區域 它夠不夠稱得上是一個永續利用區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廣大的這個黃色的區域 它面臨到的就是這兩個大主要的問題 第一個潛山椅降平原 當然也包括海岸 這些區域的物種跟它的 跟在它的漆地其實沒有得到足夠的庇護 你可以看到這些區域 它只有很少的保護區 在菱形的地方 那我們統計過 有55%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跟64%的植物紅皮疏的物種 它就是棲息或者是分布在這個區域 也就是說我們在過去花了四五十年 把台灣的幾糧山脈的森林生態系的環境 保存下來 那你只有庇護到45%的野生動物 這個保育類野生動物 跟36%的紅皮疏的植物 其他都還在這些地方 而這些地方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我們今天身處的這個地方 它面臨到非常大的人為開發 或者是土地利用很重度的這個土地使用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眼前非常重要的課題 第二個是在這些地方 它當然也因為我剛剛所講的這些 各種不同的開發或建設 可預見的是棲地的破碎化會更加的嚴重 所以長此以往下去 我們的緩衝區跟永續利用區 雖然我覺得這在拿到世界上 絕對是不輸任何一個國家的 但是它最終也是淪為一個孤島 如果我們在這個區域沒有開始去反省 去思考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區域 真正變成是一個永續利用區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永續的未來 我再舉幾個比較更具體的課題 剛剛講了在這些黃色的 就是在這個海岸地區還有一些零星的保護區 在這些保護區 比如說我們以宜蘭的這個南洋溪 南洋溪口的水尿保護區為例 事實上在中部 在比如說像敖古拉 或比如說台江國家公園也是 但是這些保護區的周邊 其實都是被農業區所包圍 它可能是農田 可能是漁溫 那幾乎都是這樣子 那可是你看看 我們這個南洋溪口的水尿保護區 它就是以這個堤防為界限 堤防外就是保護區 堤防內就是農民耕作的這個區域 那你想也知道 這個水鳥們會很清楚的理解說 這邊是台灣政府為我們畫的保護區 我們就在這裡面快快樂樂的生活 我們都不要跑到外面去這樣子 它不會這樣 對不對 所以它當然還是都會利用 以蘭洋溪口來講 水鳥雖然白天大部分是在這個區域活動 可是到了傍晚 它就會到周邊的這些農田 主要是過夜 但是它也會在這些區域裡頭去覓食 另外我們台灣因為 還是一個以稻米生產 而為稻米為主要糧食的國家 所以水田也是我們台灣最大的 濕地環境 我們雖然有一些天然的這些沼澤 河口濕地 可是我們台灣內陸的這個水田 很多人都忽略掉 它其實就是一種人工濕地的環境 幾乎所有濕地的功能它都有 當然也包含生物多樣性的資源的孕育 但是呢 這些水田或其他的農田 當然在過去幾十年 它也同樣去面臨到一些其他的農田 會遭遇到的問題 比如說化學藥物的過度的試用 這些 還有這個對土壤裡頭 微生物像的這些改變 這個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問題 另外呢 在我們的淺山或者是秋林地區 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林地 這些林地其實在四五十年以前 或更早 在台灣還是會以這個新財為燃料的那個年代 我們的秋林地區的這些森林 它就是那種比較稀疏的赤森林 人們經常會去什麼砍財 撿財什麼的 或者是說也會去利用這些 這些木材的資源 但是慢慢的 我們當然對這些利用都會降低了 所以像這種鑲嵌型的這種淺山的秋林的這個棲地 它都已經會 它都最終就會逐漸走向急盛巷的森林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那走向急盛巷的森林沒什麼不好 我們就讓它回歸自然 回歸原始 其實從生態學上它也不見得是有什麼不好 但是如果你在乎的是原本這種鑲嵌型的棲嵌 它會有非常多的不同種類的甲蟲蝴蝶 甚至也包含石虎 那它會這樣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這些燕雀木的鳥類 但是當它慢慢走向急盛巷的 類似像原始林那樣環境的時候 你就會喪失掉一些物種多樣性 因為我剛剛所講的那些物種 它們很多就是不會在這個急盛巷的森林裡頭 那我剛剛所講的這些物種 其實它就是典型的里山生物 那日本對於所謂里山環境它們的調查 它有歸納出一些里山的這個生物 所以比如說像這種農田生態系裡頭的動物 它就是很典型的里山生物 那我們如果希望說這些里山生物的生物多樣性 還是能夠有所保全的話 那我們也想辦法讓這些棋堤它維持一個被干擾的這種樣態 而不是全部通通都走向這個急盛巷的環境 那我這邊就是列舉了一些農田生態系 包含我剛剛所講的這種淺山的環境裡頭 那受邪的這些野生動物 各位可以看到它們裡頭有不少 其實是不是因為說被狩獵或者是被裁捕 才減少的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因為污染或者是棲地消失的關係 那像這個石虎 石虎現在大家都知道在新竹以南 特別是在苗栗 台中這些地方 那它們的很典型的棲息地就是這種 比較蘇林的這種環境 跟農田生態系交界的這種夾雜的一些草生地質的環境 那可能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竹苗 是以客家人為主的這個族群 那這些族群它們還是維持了 比較早期的那些對於這個淺山的利用 那其他的區域大部分都已經讓它回歸自然了 所以在整個大環境來講 所以這個石虎它的棲地就退縮的相對的比較嚴重一些 那另外呢在植物各位可以看到 這些也都是所謂的紅皮書的獸血的這些植物 這些植物呢絕大部分在過去也都是農田生態系 就非常常見的 那它並不是像蘭花有這種商業採集的壓力 那它為什麼它會變很少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殺草劑的使用 所以使得它們有些甚至是不容易看到 那算了我待會後面會講 那當然就是剛剛在那個廣闊的那個黃色的區域裡頭 淺山已降到平原到海岸的這些區域呢 它的破碎化其中一個原因也跟非常綿密的公路網有關 所以帶來的也增加了這些所謂的路殺的風險 那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就是類似像這樣的環境 它還有所謂的這種鑲嵌狀的這種地景 可是比如說這些部落或村落的這個居民 未來都離開這個地方 它也不再使用這些土地 那各位可以想像它就全部變成這樣子 那變成是一個單一化的這個集聖像的這個森林 那我們就是會剩下的就是森林生態系的這些野生動植物 那我們對於這個淺山已降的生物多樣性它的流失 那我們該怎麼樣有一個保育策略 那可是我們不可能再像過去三四十年來 我們棲地保育的方式 就是以化保護區為主的這種方式 為什麼 因為這些地方都是幾乎大部分都是私有地 所以我們過去把森林生態系給保全下來的這個策略 你很難把它應用在淺山或是平原 這些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轉個彎 我們不能放棄它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用過去的這種方式策略 我們要轉個彎用另外一個方式 但是這個方式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 可能也會比較辛苦 特別是對於政府人員來講 可能會比較辛苦 因為你要去面對的就是人 所以你要去解決人的問題 而不是把人給趕走 把人趕走 然後化保護區 這是中國大陸在過去的方式 我們不可能去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圈地保護 但是我們到底要提出什麼樣的策略出來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制計畫的背後的一個思考 它是在2018年開始啟動的 簡單的來講 這個國土生態濾網的計畫 它有三大主要的策略 第一個就是要先了解 我們在中央 就是在國有林事業區之外 國有林事業區相對它是資料是最完整的 但是在這個之外呢 這些生物多樣性的資料 它散落在非常多不同的政府單位 或者是學術機構裡頭 台大 師大 東海大學 中興大學 然後呢 政府機關裡頭呢 林務局 可是除了林務局之外 像環保署歷年有非常多環評 這些調查資料 然後這個學術單位還有中研院 那怎麼樣把這些過去的這些資料 能夠整合起來 然後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可以指認出 現在的這個現存的 去知道說到底它吵銷的這個減少 是因為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我剛剛講 那在這個淺山平原到海岸地區 它是破碎化程度非常嚴重的區域 那怎麼樣去減緩這個劣勢 你不可能把這些人說 你不可能減少 除了自然人口的減少之外 你不可能說去做太強力的這個干涉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說 怎麼樣用綠帶或者是藍帶 可以把各熱點 或者是從我們的這個 這個國有林事業區到海岸之間 可以有一些藍帶跟綠帶的連結 大大小小的形成大大小小的網絡 那這個連結未必一定就是不會中斷的 它可以是跳島式的 那所謂的綠帶 它也許是生態造林 也許是不見得是造林 也許是比如說是草生地 當然是一個比較相對比較不受到太大干擾的自然的綠帶 那藍帶就是一些主要溪流或者是水系 那它可以把一些的不同的生態系串聯起來 比如說海岸山脈跟中央山脈之間的生態系 把它串聯起來 這個我們就是我們在花蓮的光復 就建置了一個串聯海岸生脈 跟中央山脈的一個生態廊道 已經開始做好幾年了 而且我們也協調了公路總局 它把那個交通非常繁忙的那個台九線 還有台鐵 現在要這個花東鐵路的雙軌化 也都協調這些單位把這個道路架高 然後有一個完全不會去穿越到鐵公路的一個生態廊道 現在已經成形了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工作 第三個是在這麼廣大的區域它有非常多的農業區 那有一些農業區比如說它是有石戶的 或者說它有草銷 或者是它有這個水質棲息的這些農業區 我們怎麼樣去推動友善的生產 讓這些具有生物多樣性熱點資源的這些農業區 它也變成是一個國土生態濾網的重要節點 大概策略就是這三大項 那我們的目標基本上是希望說 能夠維護它的生態系的服務功能 跟它的生物多樣性 那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保全社會生態生產的地境 所以它不是一個把人排除掉 那它是一個希望說在這個人 它可以得到它的 你不會因為要保育然後就逼迫它要勒緊褲帶 或者是要讓它少掉非常多的 失去非常多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能夠關注到人 但是也能夠滿足生態的這個需求 這個是國土生態濾網的策略跟目標 那它的工作主要的這個行動 大概就是我就不一一說了 就是有這七大項 當然包含這個公眾的教育 所以行動的面向非常的廣 那我接下來 因為也推了好幾年了 我們現在在全台不同的分區 也有一些比較具體的這些藍圖 那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整個台灣地區呢 我們依照這樣子的原則 包含野生動物的這個物種多樣性的熱點 前百分之五 兩棲爬蟲鳥類還有蝶類 這一些陸生的類群 它的前百分之五的物種多樣性的熱點 然後呢 某些特定的關注 比如說像石虎當然是一定是其中一個了 另外就是水鳥 還有類似像這些 把這些綜合起來 我們就指認出全台灣總共有八個綠網的分區 也包含我們的離島 那總共有四十四處的這些關注的這個區域 各位好奇這個你都可以上這個TGOS的這個平台 可以去查 也可以從林務局的自然保育網 你現在就可以用手機試試看 都可以查得到這些關注的這個區域 那它包含陸地的這個水域 淡水的這個水域 包含河川水系有九十八處 九十八條 那受關注的這個淡水魚的棲息水域 也包含了農菌跟皮糖 這個是過去一直比較被忽略的 過去早期 大家對於都是我剛剛講的 大家都比較關注自然生態 所以河川 那農菌皮糖 這也是我們國土生態濾網裡面 特別會去著重的一個一類的棲地 那另外這個回游性的 特別是在這種獨流溪的環境 因為它對於回游生物 它就是只有一條的這個回游的這個路徑 所以這個我們也特別盤出五十六條重要的這個溪流 大部分都是在宜蘭到宜蘭以南的這個東部的這個區域 那在全台灣也有四十五條的保育的軸帶 就是這個藍色的部分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有些地方畫得很寬 沒有錯 因為它這個寬度不代表說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全部都在那裡面有一些 所有的區域都有保育工作 不見得是這個意思 但是就是在這些軸帶裡面 我們就要讓它去更加的 能夠真正形成是一個廊道 或者是不能夠 至少不能夠退縮之類的 那這些軸帶又可以分類成 丘陵形 溪流形 平原形 海岸形 那離島因為它就離島面積不大 所以就沒有再去做更細的歸類 好 這個是剛剛是整個整體的這個 全國的這個樣貌 那我接下來從不同的分區 給大家稍微做一個簡略的介紹 那在北部地區就是以這個大屯山為核心 從它周邊的這些扇形的這個區域 那一直到另外一個是雪山山脈的北端 那最主要的就是這些區域呢 它還維持了一些以水梯田為主的這種淡水的濕地 或者有一些小的毒流溪 那另外呢 我們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冰尾的濕地的植物呢 也在這個區域呢 是還有相當的分佈 所以在這個區域呢 我們關注的物種就包含這些物種 那這個是主要的幾個棲地 各位看到馬賽克的這個區域 就是這北部區域的這個關注的區域 那我這邊可以舉個案例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從2010年開始我們推動的一個 三個一開始的示範區 其中一個就是供寮水梯田 那它很多人對供寮的印象 可能是那個芙蓉沙雕啊 芙蓉海水浴場 其實在內陸它是非常精彩的 那就是在這個供寮的這山區 那過去在這個供寮的內陸地區 是幾百公頃 五百公頃左右的這種水梯田的環境 現在路化到不剩不到10公頃 但是即使是這樣子 它的生物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 還是非常的豐富 我們是從2011年那時候 從2010年開始 然後逐步的去擴大 去賦予這些水梯田的環境 那它的幸運之數是還有人在耕種 就是那邊的這個在地的這個農民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說 我們這個國土生態濾網 它會關注到人的生計 它不是要把人給排除 所以人的生計它必須要先被滿足 所以我們在那邊其實花了非常長的時間 已經超過10年了 那就是在讓當地的這些農民們 怎麼樣可以去在它原來的這些 不管是耕作或者是在它的農村的生活之外 可以藉由生態去加值 所以這中間透過一些組織的變化 那到我們協力的這個 這個我一下忘了 就是林文翠 那個林文翠老師 那他們跟這個人和教育基金會 一起呢 就讓這個在地的這個農友 成立了梨河河的小股倉 它現在就是完全可以自力運作 那他們除了販售他們所種的這些提田米之外 他們也每年都吸引了非常多的任養人 所以他們的目前呢 現在的這些農產品的收入要比過去更好 那我們其實有給付給他們一些 維持這種水梯田的地景 那我們有給付給他一些所謂的這種生態薪水 我後面也會再講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很多的這些受邪的植物 它不是因為被採集減少 它是因為殺草劑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區域 就是過去曾經已經是廢根了 那重新再把它整地 重新再飲水 那當然也種上水稻 可是除了水稻之外 它就自然長出非常多水生植物 或者是在旁邊的這種石生植物 而這些植物很多就是所謂的 紅皮酥的壽邪植物 其中還有一種微草藍 是全台灣幾乎只有這邊 有一個最大的 而且是穩定的這個族群 完全都不是說特別人再去種上去 就是它自然長出 因為它的土裡面都還會有它的 可能是種子或包子或什麼其他的 那只要這個環境適合的話 然後沒有這些污染 它就會再重新再萌發出來 那當然相對的也有非常豐富的 這個野生動物的族群在這邊 那我們也從這個梯田逐漸往下游走 開始去改善它們的一些具有回游 非常重要的回游價值的這個毒瘤溪 比如說這邊的這個遠望坑 就是也是在貢寮的遠望坑溪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很多野溪 它就是會有一些構造物 有一些人工的構造物 它可能造成一些生態的阻斷 所以我剛剛講怎麼樣透過藍帶 藍帶當然是溪流 你像大甲溪 那大甲溪還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大甲溪 可是每一條藍帶上面 它可能會有一些可能比較不友善的 或者是阻斷性的這種構造物 那怎麼樣去改善它 那所以類似像這個田遼就是遠望坑溪 它也是一個比較小的這個藍帶 那它對這個回游物種 它有形成很大的這個阻斷的這種構造物 我們就開始去改善它 像這個它是在枯水期的時候 那根本這個水生生物根本沒有辦法活動 即使是在風水期的時候 那大部分的這些魚類它也沒有辦法上縮到這麼高的 這個藍沙壩 所以就會一步一步的去降低降壩 或者是有一個從其他的方式去改善 去提供這些回游生物一個重要的路徑 那所以從過去從2010年開始 只有從這個源頭的水梯田 逐漸的在它的整個水系上中下游 都有盤出了不同的這個課題 那會去逐一的改善 所以這個剛剛是在我講的是以北部為例 那東北部呢 是在這個宜蘭為主的 一部分的新北市跟這個宜蘭縣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很長的這個海岸線 還有南洋平原地區 那它就有一些濕地的這些課題 還有一些也是當地一些濕地為主的這些動植物 那它的主要的這個棲息地的保全 那這個是就是宜蘭縣 各位可以看到宜蘭縣 特別是在平原的地區 它是三條主要溪流沖積而成的這個沖積山 宜蘭河 南洋溪跟東山河 所以呢它也有很長的這個海岸線 那它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水鳥棲息 或者是猴鳥 候鳥來台灣 或者要離開台灣非常重要的這個 棲息的據點 那另外在周邊呢 也有一些 蹄塘或者是濕地的環境 這個也是我們所關注的 那我剛剛給各位看到的這個 南洋溪口的水鳥保護區 那我們就在2018年的時候 開始在旁邊試辦 一個叫做生態服務給付的計畫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 水鳥呢 它白天在這個保護區裡面活動 可是當它到了傍晚 它就跑到農田區來 所以這農田區裡頭 如果有一些因素是不利於這些水鳥的 那你劃設這個保護區的成效 你就會被大打折扣 所以這個保護區的經營管理 在過去就是我們只來看這個保護區 裡頭環境怎麼樣 然後有沒有尋守什麼的 可是你如果這邊都不管的話 所以你一定是怎麼樣 內外兼修 不能夠只管保護區內的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非常重要的水鳥夜間 會在這邊棲息的這個田區 有二十幾公頃呢 就跟這些農民合作 那剛好這個區域有個非常關鍵的 年輕的農民叫林哲安 可能有夥伴聽過它的名字 因為它就是它所 它是一個台大森林系 而且它是一個碩士 然後返鄉的這個青農 然後創設了這個生態米的這個品牌 所以大家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支持 就是購買它的米 那由它呢就逐步的去勸說 周邊的這些農民總共有二十幾公頃的這個區域 然後核心的有十公頃 大家呢其實也沒有多做太多事情 就是把這個再生道保留下來 然後把某些區域的田耿稍微拓寬 然後有些區域的田耿草不要除的那麼乾淨 讓草長長一點 讓這個水鳥在這邊活動的時候有些安全感 不會好像在這個四面八方 大家都是眼睛可以盯著它的那種環境裡頭 那當然最基本的就是不用農藥跟殺草劑 就只是做了這些事情 其實它的其實旁邊的這些田區 就增加了非常多的鳥種在這邊活動 還包含很多這些所謂的稀有的這些鳥類 那我剛剛講我們的這個 我們就會付給這些農民一些給付 其實也不是很多啦 比如一年兩萬塊到三萬塊 要看它做的這個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在這個剛剛那是南洋溪口 那另外還有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寄星景縱這邊 它是在沿海周邊有非常多的養殖的餘溫 那我們在這個餘溫這邊呢 也就跟這邊的餘溫的溫主合作 在每年的四月呢 就讓他們的餘溫控制在滴水位 所謂的滴水位就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這些餘溫每年它很多是養蝦的 它在秋天的時候收成 那之後就會所謂的曬池嘛 那到了四月他們就會開始去把水給 重新再放滿 然後進行下一期新的這個養殖 但是四月這個期間呢 剛好也就是猴鳥要北返的季節 那這一類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類的水鳥呢 都是玉橫科的對不對 那玉橫科的這些鳥類 它相對於像鹿科的鳥類 它的特徵是腿沒有那麼長 所以它沒有辦法在那個水很深的餘溫裡面密食 所以他們的密食的漆地 就是這種泥灘地上裡頭的這些小型的無脊椎啊 或甲殼類的這些生物 所以如果這些泥灘地的環境變少 它們就喪失了很多可以密食的地方 全世界的玉橫科的鳥類經過調查 在過去這十年來少了大概有四成 那其中推估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密食的漆地 大量的被開發 特別是像紅樹林的環境 東南亞的紅樹林的環境 現在很多都變成是什麼養蝦場 很多還是我們台商去投資的 我們現在在超市也可以買到 比如說馬來西亞進口的冷凍的草蝦或什麼 那其實這些餘溫很多 原本都是這種紅樹林的環境 所以等於就是在這個地方 多維持一個月的這種非常低水位的泥灘地的環境 讓他們吃飽了好上路 那我剛剛講 因為五月他們就都北返了 所以就是那一個月的時間 對於這些喉鳥來講 是非常 玉橫科的喉鳥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接著就要展開非常長途 上千公里的飛行 那一定要讓它有足夠的這些營養跟能量 所以雖然面積不是很大 但是效益也很好 就很多了也多了非常多的稀有的這些 這些玉橫科的鳥類就出現在這些餘溫裡頭 目前有7.41公頃 那同樣的我們也會給付給這些餘溫的主人 讓它可以更樂意來做這些事情 另外一個宜蘭非常重要的一個生態的熱點是在雙連皮 那雙連皮它是一個在內陸山區的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人工的皮塘 過去也是為了灌溉所營造出來的 那過早期可能是一個燕色湖 它應該講燕色湖 因為它形成一個燕色湖 所以旁邊就開發了非常多的這些稻田 那它現在是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 可是在化設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時候 因為當時宜蘭縣政府跟這個地主 因為它原本是私有地 其實這邊都是私有地 包含這個雙連皮都是私有地 那因為它是用所謂的強制徵收的方式 所以引發了地主的這個很強力的反彈 所以地主在那個保護區生肖日之前 去買了幾千斤的草魚 鯉魚 就放進去這個雙連皮 把裡頭的這些水生植物幾乎都吃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光溜溜的 那一直到現在這些外來種的魚類都還在 所以原本要去把它化成保護區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非常豐富的水生植物 甚至形成所謂的浮島 那當然這裡頭原本還有中華青江魚 非常多的這些水生的珍稀的這些動物 那可是在過去這30年來 它的生態其實一直沒有辦法回復到 過去還沒有化保護區之前的盛況 非常的可惜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點 第二點是旁邊 這個地方雖然被化了保護區 可是旁邊都還是私有的農田 而且這些私有的農田都還是盥行的操作方式 包含農藥或者是沙草劑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最低 地勢最低的地方 所以這些所有的農藥或者沙草劑 還有化學肥料 通通通都會進到這個雙年皮裡頭 那所以這兩個 我剛剛所講的這兩點是 雙年皮要期待改善的兩大課題 但是它當然也有相當大的難度 這應該牽涉到當地居民的態度 那所以呢 但是在我們整個國土生態濾網的計畫裡面 這邊是列為非常重要的一個策略地點 所以我們去把 對不起 所以呢 我們在前年開始 就去把一條當地的骨水菌 因為這個骨水菌 是從我們所管轄的國有林班地裡頭 也就是在國有林事業區裡頭 的飲水的 那在 其實它已經荒廢了超過30年以上 所以我們現在 跟這個當地的居民沿商 我們重新把這個骨水菌給復健 我們重新飲水下來 但是條件是有一些休耕的這些農地呢 你也必須要重新讓它放水 就算不耕作 但讓它形成一個濕地的環境 這樣子等於是可以增加周邊的一些衛星的濕地 而且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濕地 那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 等於是所有的雞蛋都放在這個籃子裡面 那我們如果在周邊 其實在過去 原本雙蓮皮的完整的生態 周邊的這些水田 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生物動態性的 一個孕育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在這邊 能夠增加水田濕地的面積 所以這個是現在正在做的 那有一些 事實上有一些合作的這些農民呢 它也已經開始在這兩年 增加了一些水田濕地的面積 結果 這個是去年 所重新飲水的這個水田 竟然就出現了鴛鴦 這個是實地 這個檢鳳如先生就是那一位 就是其中的一位農民 這就是他傳給我的 非常高興 然後這個是 也是在他田裡面出現的 這個 灰半族域 那其實面積也不是很大 可是其實大自然的回饋是非常直接的 那接下來其實在整個雙蓮皮周邊 還有一些小的衛星濕地 這些大概就是未來的總緣故 因為這些衛星濕地裡頭 就還有青江魚或者是像鬼林 或者像純菜這些原本要保護 可是現在已經不存在那個雙蓮皮 也是那種保護區裡面的這些生活 它還存在旁邊這些周邊的這些 小的濕地裡頭 所以我們去擴大這些濕地的面積之後 可以去增加他們的這些氣息地或生育地 那讓那個地方不會 就是原本這些物種 只是依賴的這些零星的這些衛星濕地 那萬一它因為氣候暖化 或者是乾旱很容易可能就不見了 那在花東地區呢 那有一個也是我們從當時一開始去推的 其中的一個就是在豐濱的 石梯坪的水梯田 那另外在花東縱谷 它也是過去被認知的這種台灣的糧倉對不對 但是在花東縱谷呢 除了這個農田之外 它的生態是怎麼樣 它的生態系的環境是怎麼樣 其實在過去也沒有一個非常完整的這個了解 所以東部地區呢大概就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馬賽克的區域 在縱谷就有不少地方 那在海岸地區 我剛剛所講到這個石梯坪呢 是從2010年開始 我們在這邊推動那個水梯田的這個生態的富裕 那當然就是在這邊所生產的稻米 也有它的品牌叫海稻米 那逐漸從這樣的經驗 那往北或者是往這個縱谷的方向去擴大 那目前呢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水田濕地 或水梯田濕地的生態富裕的面積 已經超過了67公頃 包含在花東縱谷地區 那像這個花東縱谷我剛剛講 這個橘池式細季 過去被認為幾乎已經是絕跡了 結果前幾年 現在在那個花蓮的這個 玉里南安的這個水田裡面發現到 那後來陸續在池上那邊 那我們現在有委託團隊 針對花東縱谷這邊進行調查 也發現到在一些農菌 這個皮糖或這個農菌裡頭還有 所以呢 在整個調查完成之後 會有一個比較系統化的 生態環境的保全的這個建議 當然不會只限於是這個橘池式細季 而是在這個農田生態系 特別是水系環境裡頭 怎麼樣讓它可以彼此之間 有一個健全的廊道 不要讓他們變成分裂成非常多的小族群 那另外呢在東海岸地區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復興部落跟新設部落 那從最上游一直到出海口 那去改善他們的 我剛剛所講的這個藍帶 藍帶的這個改善 那也是一些構造物的這個改善 那因為在這個區域呢 其實也有不少的這個水生的這個生物 像一些蝦類 那另外呢就是它所棲息的這些 這個比較過高的這些藍沙壩 甚至在這個出海口 過去連出海口通通都還有這些人工構造物 那在這幾年我們是透過跨部會 而且是跨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來協力 逐漸的去改善這些地方 那成效也不錯 我們回到西部地區 那在這個等於是桃竹苗的區域 那當然這個桃竹苗的這個區域 其中 這邊還沒有 沒有 對不起 就是桃竹的這個區域 那主要呢就是也是一些這個平原 或者是皮塘這些濕地的物種 那還包含一個比較長的這些海岸線 那到了這個區域的南邊 對不起 區域的南邊它有這個石虎 就是在苗栗那邊有這個石虎的主要的這個氣息環境 那石虎呢在過去這幾年 其實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所謂的鹿沙的問題 可是其實 如果你了解石虎在當地比較全面性的這個 它的所面臨到的問題 你就會知道說它還遭受到 面臨到比如說在過去它會吃到一些有毒的生物啊 或者甚至是毒耳 那另外呢 它會入侵到一些山坡地的放山雞的雞舍 不是的這個區域啦 那可能會被 不是可能 被這些農民們視為是害獸 那農民們當然也會有一些所謂的這種 防治的這個措施喔 會去傷害到這個石虎喔 所以我們是在2019年喔 有一個也是石虎的生態服務給付的事辦 成效其實也不錯 所以現在在苗栗那加上隔年開始 也擴大到南投跟台中喔 現在友善的這個農地啊 面積也超過350公頃喔 那另外社區的這個尋守 尋守是去尋什麼 就是這個區有沒有被人家放這個授夾啊 那另外呢 過去的這個養雞戶呢 師傅來大家可能就私了喔 那現在就是鼓勵大家 你要通報 通報只要確定的話 我們會發給一筆獎金 那這個 逐漸的喔 讓這些民眾 把石虎過去本來是當成是一個 石虎可能對當地一些民眾來講 是一個賢物的或者是靈幣的一個動物 但是我們希望把它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政策讓它變成是一個 從複向的觀感變成正向 就是有點類似像招財貓一樣 石虎出現的時候會領到獎金 或者是我們就可以去 去 去有一個 這個組一個隊 我們去幫忙巡護 這一年有10萬塊 就是一個社區的話 透過這些方式 其實我們也觀察到很多個案 確實喔 這些 個案這些 不管是農民或者是居民 他們的心態確實有在轉變 一開始可能是為了獎金 可是一兩年之後 他們會覺得 他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那他也會關注到說 原來師父也有他可愛的一面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 生態服務給付的政策 其實也可以溯源到非常早 從最早水質的保育獎勵方案 其實就有一點這樣的影子 那透過我剛剛所講的 2010年開始 我們三個 這個水梯田的示範 先驅示範計畫 到這後來又陸陸續續 包含剛剛講的那個水 餘溫啊 這些 這些都是一些試辦的這個計畫 把這些經驗中整之後 那我們在去年就正式上路 他的名稱叫做 冰維物種跟重要棄地生態給付的 推動方案 他就是 其實這個名稱就是表示 他又針對兩大 兩大類 一類就是你的土地 也許是農地 或者是也許是山坡地 林地 有這些物種 那你願意去做一些配合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給付 那另外呢 就是針對一些 具有生物多樣性價值 比較高的這些 特定的這些棲地 水梯田或特定區域的水田 或者是餘溫 或有一些私有的保安林 那你也願意配合去做一些營造 或者是去做一些勞務的工作 去維護或保全 他的這個 或改善他的這個棲地的狀況的話 也每一年也會得到一些給付 那基本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外界比較關注的這個鹿沙 以苗29 它是縣道 苗29公路為例 那我們跟苗栗縣政府 其實就在一些 鹿沙的熱點的路段 做了非常多的這些改善的措施 還有一些小的這些設施 那讓石虎呢 可以不要經過 不要過馬路 或者是飛過馬路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些警示或者防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曾經在我們的臉書上面公佈的一段影片 這個就是 讓石虎走 然後它可以從這個寒洞過去 不要過馬路 上面就是公路 聽到那個車聲 你就可以感覺出車速是非常快的 其實這些石虎它也都很小心翼 它也會聽聲音 其實這些石虎它也都很小心翼 它也會聽聲音 所以在苗栗 這幾年 它的鹿沙的發生 就很明顯的 就比過去要少很多 那甚至也會有其他的動物 當然也會來利用這些通道 還有一個白鼻心家族 對 OK 那 剛剛講的 就是 其實那整個課題 我們雖然說 你這些 友善動物的這些通道的設施 它是為了食物 你可以看到其他生物 它一樣也可以獲益 那當然有些區域你可能要小心就是說 不要讓流浪犬貓它反而也能夠進到這些區 所以也許有時候還要再增加一些其他的 阻隔的裝置去 要去阻絕這個犬貓 利用或者是在那邊守株待兔 好 那針對我們在西部地區 其實包含我們台中 就是中張頭 一直到雲林這個區域 那主要就是從河岸 那或者是內陸的一些淺山的這個丘陵 那 我剛剛講這個 這個馬賽克的區域 也就是我們關注的熱點 它相關的關注的物種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列在這邊 我就舉一個就是成龍師弟 成龍師弟它是我們台灣西南沿岸 沿海 非常典型的一個地層下陷的一個村落 那它過去 這些區域每一年下陷十幾公分 非常的驚人 所以只要來一個雨量大一點的颱風 它下下來的水 就加上遇到漲潮 那個水常常就排不掉 所以會淹水 那所以成龍師弟從過去 它是農田 就在民國85年之後 這個農田就 竟然就變成是所謂的濕地 然後再也沒有辦法再回到過去的農田的樣貌了 那 所以後來是林務局在94年開始 每年給付給這些農田的所有人 這個 一筆費用 那類似像成竹 事實上它是一個生態修根的概念 那讓這個地方可以修身養息 可是話雖然是這樣講 但是一開始這些居民 他們當然會認為說這個是政府給他們的一個補貼 可是他們對這個地方還是非常的失望 而且是認為是一個傷心的地方 然後也不會愛惜它 就是我剛剛講每年都會淹水 然後房屋隔幾年就要把它讓它增高一次 所以每一次的淹水 家裡就是會有那個泡過水的沙發 什麼一些破家具 就通通都拿出來丟在這個濕地裡面 所以在過去 當地居民對這個地方的感覺是非常複雜的 很傷心 可是又有點 又有點這個鹹悟 然後也很討厭外地人叫這個地方叫濕地 如果在那個時候 你跟他跟村民問說 那個成童濕地在哪 他說什麼濕地 那是濕地 然後就會跟你講 所以怎麼樣 只是政府去補貼 然後所謂的讓這個環境修身養息之外 讓這個村民對這個地方可以重新再有一個新的感情的連結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在過去十幾年來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後來就找了這個觀術教育基金會進來 因為大人比較難去改變他的觀感 所以也是從小朋友開始 讓這個小朋友去進到這個濕地裡面 去做一些調查 然後把這個撈到的魚蝦帶回去 去問爸爸媽媽 其實比較多的是阿公阿嬤 然後去強迫這些上一代 甚至是上上一代 重新再去面對這個濕地 然後去思考這個村子跟這個濕地 要怎麼樣有一個下一個未來 然後也開始去做一個示範屋 這示範屋的概念就是一個所謂的高角屋 就是說我們直接把房子建高一點 那因應未來五十年內 包含所謂的暖化地層下陷 都還不至於會淹到的環境 怎麼樣學習與水共生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這個其實是一個示範民居 就是讓當地的住宅 就是可以跳脫過去的這種 既有的建築的模式 那不用說隔幾年 然後就房子就加高一次 不過這幾年 在過去這十年來 其實地層下陷的區域有減緩 那現在每一年下陷的這個高度 大概就是常常是不到五公分 所以它減緩的趨勢有下降 那整個地區呢 整個這個區域呢 對於成龍師弟的這個觀感 也有扭轉 那當然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我個人覺得從2010年開始 所導入的這個環境藝術節呢 對於當地居民 它去看待這個成龍師弟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翻轉 因為每一年因為這個 藝術活動呢 就會有一些來自國外的 而且每一年就是不同國家 甚至是不同膚色的這些藝術家進來 那當地的居民很好奇 我們這種地方怎麼會有外國人要來 然後慢慢地從參與 就是從一開始幫這些藝術家 準備這些資材 準備這些媒材 然後到後來四年前 他們終於忍不住了 從一個協助者終於忍不住 說來 我們自己來 所以他們自己做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當地的居民那一年 組隊所做的一個藝術裝置 我覺得從這樣的一個活動裡面 村民們找回了對這個地方 一個新的想法 甚至是有一個自信 他們發現到說 台灣其他地方的人 甚至是國外的人 他們對這個地方的關注 提醒了這個區域在過去 被他們忽略到的一些新的價值 那現在這幾年開始在推動 就是不要去抽地下水 因為那邊還是以養殖漁業為主 養文革或者是養白蝦 還有養施木魚 所以希望說那邊的產業 它就能夠去友善這種地下 友善這種地層下陷的這個區域 那在過去這段時間的努力 那除了這個村民 他們現在會以成龍師弟 開始會以成龍師弟為榮 因為他們甚至還組了這個 就是在臉書的這個社團 經常就會去提到成龍師弟 或者去po一些成龍師弟的 這些美照 那另外呢 那邊也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鳥類的這個棲息據點 已經超過有110 已經有116種的紀錄 它變成是在敖谷濕地北邊 一個非常重要的衛星濕地 而且現在呢 它已經有一個每一年冬天 都會有一個非常穩定的 黑面皮露的族群 去年好像最新的這次好像有40幾隻吧 大概這幾年都維持三四十隻 那在這個計畫剛開始的時候 那邊並沒有黑面皮露 在我當初開始去 找關宿濕地來做這個時候 那邊是沒有黑面皮露的 那現在那邊已經變成是一個 非常穩定的黑面皮露群襲的據點 好 我們再往南到西南部 就是台南高雄這一帶 同樣的包含沿海的這些濕地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在 在內陸延山地區 那它是草銷的這個棲息的這個區域 那另外還有就是在內陸有一些這個 農田生態系是我們這個關注的區域 那包含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的這個 台南關田的水質 那水質現在就是在台灣還是一樣 就是以關田為最大也是最主要的這個棲息地 台灣的這個水質 那1998年那時候是因為台灣高鐵 要的路廊要經過關田 所以後來會有一個所謂的水質園區 那雖然說那時候有因為這樣子 然後去就是有一個20公頃的這個水質園區 去把它模擬這個水質的繁殖棲地 一個濕地 然後有一些水質保育的獎勵方案 可是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 台灣的水質的族群一直沒有超過100隻 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就是大概就是50隻以下 到了2009年透過一些水質園區的整個棲地的改善 才首度的突破到200多隻 可是那一年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中毒的事件 也就是因為當地農民他會用所謂的直播法 把稻穀直接撒到這個田裡面 那因為怕麻雀或者老鼠會去吃它 所以還會把這個稻穀先泡過這個農藥 所以呢 在這個冬季的時候很多鳥去吃包含水質 所以就有大批的水質死亡 那一年就死掉85隻 好不容易族群增長到200多隻 然後就死掉85隻 所以在那一年開始 也是那時候我們就邀了慈心基金會 一起來改善 看是不是能夠讓農民可以轉型 用比較友善的方式 不要去影響到農民的生計 可是又能夠顧及到 提供給水質一個比較優質友善的生態環境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剛剛講的 前面很長一段時間 它其實不到100隻 而且很多時候是不到50隻 到2009年到了275隻 也就是那一年死掉85隻那一次 那後來我們就跟慈心基金會 開始去推動友善的這個 這個農業的這個轉型 那逐漸的 隨著這個參與友善的這個面積增加 那各位看 現在已經 這是最新的去年這個調查 那 在這個冬天的這個調查 已經超過2200隻了 所以 整體的這個7D的面積 其實沒有 它只是友善的這個面積增加 那友善的面積增加 它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也就是70公頃 也就是70公頃而已 在那個地方 整個在官田地區的水田 包含稻田跟夏季 他們會改做這個 那個 菱角 其實大概現在比較少 現在大概只有三四百公頃左右 每一年不太一樣 所以呢 其實公頃其實它就有很大的這個效益 而且呢 也因為這個案子 衍生了所謂的綠色保育標章的 農產品的這個標章 當時就是為了要去改善那個 就是讓那個 配合轉型成友善的這個農民呢 他可以有一個生態的品牌 所以才會有的這個 本來是只是 for官田的 所以就是官田水智 綠色保育標章 那後來覺得成效不做 我們就跟慈心基金會 就決議說 我們把這個標章把它推到全台灣去 所以就因此 就現在全台灣呢 有這個 參與這個 運用同樣的概念 只要就是你的農田裡面 有這些 比較珍稀的動植物 或者是一些比較 特殊的珍貴的地景 那你就可以來申請 那當然前提是你願意配合去轉型 現在全台灣面積超過707公頃 它庇護的物種也超過40 也達到43種 每一年都還在持續增加當中 其實對於台灣在所謂的有機的認證的這個制度之外 這個綠色保育標章 它可以讓消費者更清楚的去連結到說 我買的或我吃的農產品 其實是跟野生動物的基地有關 也更讓大家更容易理解說 農地其實也是野生動物的基地 它不只是糧食作物的生產的基地 那南部就是在高坪地區 除了當然也有草銷 然後也有在這個恆春半島 非常台灣唯一的這個熱帶的季風林的這種生態環境 那其中一個課題是入侵的這個銀河歡 我們希望在一些比較大面積的銀河歡的這個區 被銀河歡盤踞已經幾十年的這個區域 能夠把銀河歡移除 重新再富裕成當地應該有的這種熱帶季風林的生態環境 好 那前面大概就是針對國土濾網 在經過這幾年我們在台灣指認的這些關注的區域 或者說現階段所推動的一些成果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當然這整個計畫 絕對不可能是只有林務局單一在推動 需要非常多的公眾的參與 特別是社區 所以我們其實在幾年前 就成立了一個台灣禮山倡議的夥伴關係網絡 這就是類似像日本 它有一個禮山倡議的 它是國際的禮山倡議的網絡 那我們是針對台灣 所以我們在北中南東 在一些農村或者是 具有生物多樣性資源的這些農業生產區 就串聯起來 當然就是通常是當地可能有一些關注 本來就關注這個議題的NGO 或者是一些社區的組織 就逐漸的加進來 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200 已經有222個單位來參與 包含學校也包含社區的組織 也包含NGO 每一年會在北中南東各自的交流 然後也會有一個全國性的大家一起來交流 另外就是在幾年前 文化資產保存法 就所謂的文資法 它新增加了地質公園 所以全台灣的地質公園 現在也形成網絡 而這個地質公園 它當然也就會是在國土綠網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節點 那我所講的 剛剛所有的這些事情 那其實 除了林務局還有民間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然是其他政府單位的參與 包含研究單位 然後我會自己 那當然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生中心 還有像林事所 那我們的很多的農改廠其實也都參與進來 比如說我剛剛講 在關田 農民我們希望說 農民你不要再用直接灑稻谷的 我們就是補貼你去用插秧的 插秧機 然後你就不要再灑 但是有些人 他還是堅持說他一定要用灑的 OK好 那台南的農改廠就研發了一個技術 就是先用這個稻谷去裹上那個鐵粉 讓它變得比較有重量 然後灑它就不容易 它就會沉陷到底下去 特別是可能有下過雨或灑過水 那它就會沉下去 就比較不容易被麻雀灼食 所以農委會的這些農改廠 其實也提供了非常多的這個技術的支援 那另外像農田水利署 就是過去的農田水利會 它在台灣特別是在嘉南平原 有非常綿密的灌溉的網絡 渠道的網絡 那這些其實也都是我們藍帶建制 非常重要的一個夥伴的機關 那在這個中央的話 像水利署還有像公路單位 還有國產署它也擁有非常多的這個土地 其實這些很多也都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策略的夥伴 那我們跟公路單位其實就都 我們先跟水利署簽訂了合作協議 那隔年跟中央的交通部所屬的幾個公路單位 也都簽署了這個協議 所以我們才會在一些特定的區域 我剛剛講比如說在光復鄉 花蓮的光復鄉 我們跟鐵公路單位就合作 他們也配合去做了一些工程的變更設計 讓我們的這個廊道能夠真正是達到一個沒有阻礙的這種情況 所以透過我們的國土生態濾網的計畫 我們希望說在下一個50年 可以在我們中央幾樑山脈之外 在非常廣大的淺山平原到海岸地區 可以再把這些重要的生態系串連起來 藍帶或者是綠帶 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在這些區域生活的人們 可以調和他們的生產 然後生活跟生態 達到真正的所謂人與自然的和諧工程 而且讓台灣變成是一個真正的健全的保護區的系統 我們有核心區 我們有緩衝區 我們有一個真正永續的永續利用區 以上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口水 人們都親自然的小 EPA 和諾哥 最高峰大小小的基礎 高峰大小的玩家 感谢观看